哈囉各位3D新聞網的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iPhone 15系列 每年真的是最期待這個時候 然後呢 現在首先我們要來趕快開的就是iPhone 15 Pro Max 今年有很多升級讓我超級期待 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好奇這個顏色 其實用肉眼看它是有點帶點銀色的光感 不過整個機身的質感是非常的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iPhone 15 Plus 這一支呢是藍色 其實呢在第一時間看我會覺得有一點點像白色 不過它側邊這邊的邊框呢是一個淡藍色的設計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兩款手機的詳細規格 這次比較讓我意外的是iPhone 15 Plus藍色款的背蓋 顏色非常的淡甚至宛如白色 另外iPhone 15系列也全面都有動態導 而在iPhone 15 Pro Max上面採用泰金屬材質 原色款搭配法斯文邊框 對比前一代的iPhone 14 Pro Max的不鏽鋼機身 質感更好也比較不容易沾指紋 正面來看iPhone 15 Pro Max的邊框 對比前一代細窄很多看起來更俐落 另外最有感的升級就是機身變輕約20克 兩支都拿在手上 iPhone 15 Pro Max明顯感覺輕了不少 而前一代手感很重之外 鏡頭那邊也比較重 就會給人有一種頭重腳輕的感覺 今年還有一大升級就是iPhone 15 Pro Max 從傳統的靜音按鍵改為動態按鈕 可以自訂功能像是快速開啟相機或是手電筒等 也全面改掉Lightning改為Type-C接孔 充電材質也變成編織款 今年iPhone 15鏡頭也大升級 入門款iPhone 15主鏡頭升級到4800萬畫素 而iPhone 15 Pro Max的主鏡頭也是4800萬畫素 主鏡頭可以在24、28、35、35 三種長幼的膠距快速切換 支援全新的2400萬畫素超高預設解析度 另外在iPhone 15 Pro Max上面 搭載了一顆1200萬畫素 5倍光學變焦的鏡頭 讓望遠拍照表現更清晰 看完規格後呢 今年的相機是大升級 那我們要趕緊來實測看看 iPhone 15跟iPhone 15 Pro Max的拍照表現 我們對比iPhone 14 Pro Max跟iPhone 15 Plus 還有iPhone 15 Pro Max三款的拍照條件 在超廣角跟一般焦段比起來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 不過前一代iPhone 14 Pro Max的照片色調偏白 15系列則是更還原肉眼所見 相比之下飽和度比較好 iPhone 15系列拍出來的照片細節度也更清楚 在望遠表現上 iPhone 15 Pro Max拍攝遠方的欄杆 線條上也都輕鬆還原 他今年拍照也升級支援人像 就是不用像過去點到人像模式 直接在拍照裡面就會有 然後點選一個F按鍵 後面就會自動產生景深 新的自動偵測人像功能 點選後就可以增加景深 也可以在先拍好的照片中 事後再後置相當方便 另外在錄影方面 動態穩定錄影表現依舊不錯 也有更專業的模式 像是ProRes模式 接SSD外錄的話 更可以錄4K 60fps 畢竟採用Type-C接孔 可以直接把檔案錄到隨身硬碟內 而且是USB3 速度更快也不用過檔 更不佔手機容量空間 這一次蘋果鏡頭上也有全新的奈米塗層 可以來減少鏡頭耀光 實際晚上測試夜拍 耀光有減少 但不到完全沒有 但對比前一代在數量上 光暈上的確有變更少 畫質細膩度 細節也有更進步